今天我們要來示範怎麼樣子在Mac上面安裝GCC 那一般來講在Mac上面要有C的Compiler是必須要裝SCode 但是我的Mac版本作業系統沒有升級 所以沒有辦法 裝SCode 因此只好去 下載 這邊所說的OS 10 GCC Installer 來安裝 那所以我們就 把這一個複製下來 然後呢 追上去 你就會找到這一個地方 那你就把這邊的 點一下或者是Download Page這邊點一下 第二版 那我已經下載下來了在這裡 我們就來裝吧 那接下來就 按繼續 繼續 繼續 好 那輸入密碼 接下來他就會 開始進行安裝 目前呢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在開一個新的 新的 命令烈士傳 我們會打GCC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他還找不到 找不到GCC 但是安裝完畢之後我們應該就可以找到GCC了 好 這時候安裝完畢了 OK 已經有了 你可以看到它在i686 Apple這邊有GCC OK 那我們可以來試著寫一個程式好了 用VIM稍微編一下 test.c 好 我們把它存檔起來 這時候已經有一個test.c的檔案 因為它我們剛剛沒有include 所以再編一下 這時候OK了 OK 沒問題 我們沒換好 所以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樣GCC就安裝完成了 這是我們示範怎麼樣子 在iOS上安裝GCC的方法 我們可以試一下 它Mac是不是已經在 確定Mac已經在 所以整個桃件應該都裝進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不裝SCode的情況之下 也有GCC可用